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王从远 是清建国际控股与先公司CEO 我是莫荣杰 我是I'm Stop 一会品牌创办人 我们这间公司1952年成立了 2017年的时候 房产销售的单元数方面 也是做到了新加坡第一名 2018年也是被货平新加坡最佳发展商 2014年的时候 创立了I's Stop 一会品牌 将艺术文化原创 来注入在我们的地产项目里面 一带一路对我们公司的业务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 因为我们的业务本身就是在一些国家开展 实现自己实现不了的一些安排 带动更多的企业一块走出去 我们香港的企业家更应该去走出去 达班区所有的城市里面 不同的人的接受能力是超强的 只要做到香港的品质 香港的品味 其实在国内是很大的市场 在国内的市场上 在国内的市场上 里面是前沿途变 杖心并进 按照座稳 座实 座优 座墙 座久 我们曾经在香港要买一块土地 那么恒生银行通过后台评审 发现了这条路是一条私家路 查出以后我们没有买土地 恒生银行的生意也没做成 但是对我来说 对我们是做了一个巨大的帮助和支持 对恒生银行的感觉 我觉得可以用卓越服务 优质沟通来统结一下我的感受 恒生的国内团队 都在大阪区里面 都给了很多市场信息给我 例如佛山和中山 我这些未开发过城市 帮到我去作出一些决定 黄先生 我想问一下你 你们HiLife在新加坡里面 有没有遇到一些矿展上的问题 HiLife面临的问题是 产品服务内容的升级 以及后台核心技术的研发问题 Teller 你创业这几年有何感受 是不是觉得按照自己的计划的推荐 中间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创业 创业是在我心目中来说 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 这个经历的话是不豪华的 做工程虽然是一个传统的行业 但是没有创新是做不了的 因为每一个工程都是不一样的 没有重复的工程 因为我不喜欢做的东西 是跟别人一样的 是有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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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机会的